第21集 挂了前妻电话 我携躺进沙发里 就好像前妻掏空的呀 不是我的钱包 而是我的骨头 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 拎着我的黑夹壳 昨天晚上洗澡前 我刚扔进脏衣篮 我跟你爸商量了 咱们那老房子还是租出去 什么时候有人帮你照料这个家了 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辞掉 搬回去 妈 不是说好了空着吗 那租出去就糟蹋了 不缺那几个钱 省一个是一个 最近你也不宽处 谁说的呀 生活费用光了 我这给你取去 行了 别硬撑着 瞒不了你妈 有阵子了 你这口袋里一分钱没落下 过去可不这样 你这马大哈 哪次洗衣服之前 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钱 母亲把夹克里子翻出来 拍拍胸前的口袋 我细想了一下 一点没错 我也想起来了 已经两个月 没给我妈生活费了 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 最近改用钱包了吗 电视台的哥们电话打来了 一听见这个铃声 我就有种不祥的语言 果然 手机里传出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 我知道你心里素质过硬 有喜事你就先再说 你要报忧还是晚上 免得我这一高兴啊 我夜里睡不着 还是现在说吧 说完了 怕你损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 趴在脑门上的头发 站起来了 为了避开坐在腾衣里 看报纸的父亲 我走到阳台上 没办法 领导没兴趣了 原因 没信心了 觉得大运和深意成功的 可能像基本为零 据说台里的大领导 也是这个意思 一是大运和济宁以南 还在运行 活得好好的 跟遗产扯不上关系 二是他们出差 看了看德州和苍州 一线的运和 都成了臭水沟了 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 消失的东西 遗在哪里 所以不成立啊 还在使用的那一部分 是活泰线性文化遗产呢 有点文化型吗 当初立项时候 说的明明白白 每个字都是透亮的呀 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 个别地方的河床 只是看不见了 它又不是飞了 你挖几桥 那是能找着的呀 别跟我探讨 严肃的学术问题 头大 我也就是传个话 就算你能要来后续自信 估计也就是个人情钱 当然了 人情钱也是钱嘛 兄弟 谁能祝你好运了 再见 挂了电话 我抡圆了把这手机举起来 转一大回魂 然后 还是塞在裤兜里头 我是真想把这手机摔在领导脸上 屋漏偏逢连音语 说的就是我这个操弹的上午 我进书房坐下来 把一张A4打印纸 折成四半给撕开 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 团成鸠 放进毛竹座的空笔筒里 晃亮下 停下来 我找了第三张纸片 又写了个继续 窝成一团 扔进鼻筒 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 时 我还不放心 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 团好了 放进鼻筒 我就摇啊晃啊 哐 倒扣在桌上时 我都没敢直接看 所以先摸了摸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的资料 我心想 兄弟 我尽力了 我拿开鼻筒 闭上眼 在四个纸团里捏起一个 打开 继续 我把这个纸团留在鼻筒里 其他的我都给扔了 然后从书厨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 我拎在饭桌上 父亲在收拾饭桌 贴我一眼 黄历改了 旺和历 旺和历 改了 我的工作室啊 叫旺和影视工作室 小朋友们呢 为了扩大宣传 别出心裁 做了一个旺和历 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 某年某月某日 阴历是哪天 这天适合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历史上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 有纸质版 也有电子版 便于网上发布 我带回一份纸质版 母亲挂到门后了 每天出门前 老两口子都要盯着看一看 今天上头写的是 移出行 祭酒 祭决策 我搞不清 每一天的遗语记 它根据在哪儿 我也懒得问 年轻人总是有办法 我有个重大决定 得庆祝一下 真改了 待会儿我征求一下 你妈意见 看这酒能喝不能喝 老太太向来喜欢 把重大决定 往好事上想 还是用茅台庆祝 肯定是大事 她走到门后 把最上边的那张望和驴 给扯下来 今天已经过去了 我跟父亲放开了喝 一瓶茅台见底了 为了最后的半杯酒 还把这瓶口卸了 取出那两颗玻璃珠 母亲也象征性的 列席了一下 喝了一杯三千的 那顿饭吃完了 也到了下午了 我反穿着一双鞋 摇摇晃晃的 来到了工作室 八个年轻人 巴掌蓬勃向上的 年轻的脸 现在新的资金 即将入入 对大河潭 接下来的编辑策划 有没有信心 有 他们把这声音 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 七公里的京航大运河 一样长来回应我 他们有信心 我就有信心 人到四十啊 我就经常觉得 这力量 并非来自于深思熟虑 而是源于激情 激情没了 想得再明白都白搭 手托着腮帮子 一不小心 就能耗掉一辈子 你们有 旺河工作室就有 大河潭就有 说说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 好点子 分管美工的小钟说 他在网上搜到两年前的一个摄影展 主题是时间与合流 照片拍得非常好 小钟是毕业于中央美院 学的就是摄影 眼光极高 他说好 那必是不一般的好 他把笔记本接上投影仪 将下载的照片 以换灯的方式打开 像素和光线 在白墙上打了不少折扣 但是大家依然觉得美不胜收 尤其是照片中强烈的故事性 已经有小朋友集结探赏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没错 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要的就是细节和故事 这些照片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 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写 你也会觉得 那个人的表情里藏着很多故事 如果开口 讲上三五个钟头没问题 更多的照片 是生活瞬间的定格 有天地 风物和人 所有景物 在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不是死的 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某个环节 我看得见它的成前气候 有一组传上人家的婚礼照片 每一张都堪称绝妙 我问小忠是不是摆拍的 小忠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仔细地和我讲解起了这组照片 据摄影展的作者自序 所有照片都是随机抓拍 根据资料介绍 我也对比过 展出的照片 基本都来自京航大云河 还有几幅 拍的是军令的河床 像老树 或伤口 我都能感觉到 画面里的满腹心事 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也来自大云河 可能就是让领导没信心的 济宁以北云河的某一段了 就算这些凄厉的场景 也完全是为我们量身定做 作者资料有吗 查过了 孙雁林 女32岁 淮安某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照策展方提供的搜机电话 打了多次没人接 这是作者 已经是露脸最多的一张照片了 小忠摁了下一张幻灯片 一个低头的年轻女人的照片 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 头型很好 整张脸只能隐隐看见 一个圆润的下巴尖 题材是个好题材 但得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对绝大多数人呢 办个大型摄影展 肯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恨不能把自己照片 也挂半个展厅 他呢 是勉强露出一个下巴 我预感会比较难缠 会议结束 我让小忠和另一个擅长 写脚本的小伙子到我办公室 一要继续联系作者 二要继续搜集相关材料 照着这个题材必用来准备 先预备两种方案 作者能联系上 且愿意配合录制这期节目 当然是上上之选 倘若作者便寻不遇 或者找到了 但是不配合 那就以寻找摄影家为线索 展开这一期节目 此为第二套方案 我吩咐他们俩 筹备的过程中啊 脑子要经常纷纷唱 临出门 我让小忠 把他的PPT发我一份 我也琢磨一下 这个孙彦露 果然难缠啊 小忠从他执教的美术学院 得到电子信箱 发邮件过去 过了两天 回过来八个字 在荷兰 回国后联系 按学院提供的课表 三天后有他课 第四天 小忠又取邮件 详细说明来意 言辞恳切 甭说这次动作倒是挺迅速 当天晚上就回复了 诸事赶杂 也没兴趣 若照片何用 尽可往上自取 无版权之余 谢总 接下来怎么办啊 我想想吧 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坐在书桌前 我一遍遍翻着电脑上 孙彦霖的摄影作品 和他本人的照片 拍得是真好 有幅黑白照片 暗如石壁 水如月光 刚把竹牌撑到岸边的渔人 裤脚高卷 一高一低 甘瘦的上身赤裸 背起正在滴水的渔网猛一回头 看见了摄影师的镜头 胡叉参丝的渔人 叼着烧了一半的烟卷 半截烟灰 在他回头的一瞬间掉下来 落到胳膊肘的位置 被相机截住 烟灰拉出一条线 水滴 拉出很多条线 水波更多 曲曲折折 扯出半个画面的线 而渔人的眼神里扯出的线 覆盖了整张照片 照片取名晚哥 渔人忙活了一天 脚边的铁皮筒里空空荡荡 半条鱼都没打上来 看得我心伤 顺手点了根烟 我爸进来的时候 我刚抽第三口 忙啥呢 你妈命令咱爷俩吃饭 看运河照片 我按了个下行键 父亲用下巴指指电脑屏幕 是只露出下巴的孙彦林 不是什么运河照片 老头子黑黑的就笑起来了 我在找这个摄影家呢 那就去找啊 还坐着干嘛 心动不如行动 是啊 为什么不去找呢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孙彦林 不就是在父亲 心心念念的老家淮安吗 我把照片往前翻 让老头子看 父亲凑上去一张张翻 偶尔停下来 犹疑着不敢下判断 就是咱们老家呀 像 有点像 哎呀 这 到底是不是呢 哎 人老了就是麻烦 连记忆力都不听你的了 父亲精通指丧马怀的记忆啊 他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 他这是在提醒我呢 该提他回一趟老家了 但是我就是装傻 母亲在客厅下通牒 说再不吃饭 那菜就直接到了 爷儿俩这才起身往客厅走 坐到饭桌前 父亲鬼秘的笑了一下 儿子 我觉得那姑娘长得挺漂亮 你抽空 可以去咱们老家找找 人家也可能不在咱们老家呀 没去找 你怎么知道不在 饭也堵不住嘴 哎呀 说上坟的事呢 从现在开始 好 晚上六点十六分 这顿饭不再说一句话 吃饭 找漂亮姑娘 突然就扯得上坟了 真是渗得我差点 被那稀饭给掖住 就老头子这逻辑 不知道他这辈子科研 是怎么搞过来的 不过倒是个好建议 一箭双雕啊 为什么不呢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二集 第二天我去了工作室 忙活一整天 朱相公坐一一交代清楚 次日一早赶六点多的飞机去了淮安 父亲给了我唐叔唐伯的姓名和地址 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家的两个儿子 唐叔是青江拖拉机厂的工人 唐伯在淮海剧团唱戏 多年前就该退休了 我上网查了 淮海剧团还在 一度与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厂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齐名的青江拖拉机厂 产之为零 茫茫人海 这老哥俩未必比孙雁林好着 于是我先在大学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去 这两天课表上说孙雁林没课 没课估计不会去学校 课堂才是找他的最佳地点 所以这两天呢 估计没戏 我决定这两天 把淮安这一段运河认真看看 跟孙老师聊起来呢 我也有谈资 见到我的唐叔唐伯呢 也不会露窃 我可以告诉他们 这些年我和父亲身在北京 心系故土 时刻关注运河的风吹草动 在这座城市 除了GDP 最重要的肯定是运河 千年大运河穿承而过 它是他的血脉 也是他文化的源头 我给旅行社打电话 找董行的导游 一对一运河文化两日游 我姓胡 叫我小胡或者胡岛都行 这几天我就带着你逛逛环安 您别看他姓胡 但这个胡岛还真没给我胡岛 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小胡自己说 是参与了本市文化新局 大运河深移的材料撰写 讲起运河 心里有一本大仗 从吴王夫差开凿寒沟 一直到眼下的身衣 勾勾卡卡 每个拐点都门清 他把司机也上了 开车带着我 两天里把大运河 淮安段的68公里 一厘米一厘米的跑遍了 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交汇的水商力交 李运河 台湾曲之后的星辟大运河 淮安船闸 曹运总督府 曹运博物馆 镇淮楼文通塔 河下古镇 板闸 大闸口 老坝口 青江浦楼玉码头 若飞桥 南传 北马碑 水门桥 北门桥 都天庙 雌云寺 石码头 花街 文庙 大王庙 风济 西长街 水龙局 青雁园 飞黄河 马头镇 洪泽湖 大堤 仍以理智性舞霸 说慢点 说慢点 我岁数大了 记忆力开始拖后腿了 我这思维老是跟不上 慢慢拍 慢点说 因为做大河谈 我断断续续了解一些淮安段云河 沿河走了一圈 纸上谈兵的局限就出来了 小胡他跟我一样清楚 这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 但是呢 他只是笑 不说破 小胡是本地人 蕴河边长大 河边一棵草的枯荣 他也看了三十茬了 所以张嘴就有故事 我看得如此明白 大河 仿佛一直留在他的眼皮子上 我约他呀 没准节目里边需要他露个脸 小伙子对我做了个微字手势 必须的 就是条臭水沟 在我家门口留了上千年 也成了母亲河 医教师的注册生和旁听生里 我年龄最大 有句俗话说 羊群里跑出头驴来 我坐在最后一排 大部分时间呢 低着头 孙彦林讲课用PPT 也用黑板和粉笔 他讲狼径山集锦摄影研究 这是门选修课 当他点PPT播放 狼径山的照片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或者转身在黑板上分析两者山水 人物构图的层次时候 我就抬起头 看这个小我八岁的女老师 这孙老师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尤其眼睛和嘴唇啊 双眼皮 眼睛大大的 唇形很好 很多女人化了妆 估计也没有他素颜时的唇线 饱满清洗 这节课他讲的 是狼径山集锦摄影中的 非时间性问题 这个概念呢 源于法国作家 安德烈马尔罗的艺术史论著 非时间性 众神的变形 所以他从这本书说起 真正生动的艺术 不应当是被当作 简单的物体一般来看待的 它就要把瞬间 非时间化的能力 使之成为非主观的时间 那这是艺术行人上学的概念 而非永恒的范畴 或者说啊 是用反命运的方式 来抵抗时间 时间是所有艺术的敌人 有点绕 不知道这段高论 是马尔罗老师亲自说的呀 还是孙老师的理解 或者别的研究者的论述 当然 可能是我没能力听懂 我看见很多学生 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越发让我这个老学生惭愧 马尔罗呢 我还是读过几本的 人的命运 王家大盗 返回一路 郎靖山的照片呢 我也看过一些 有些照片非常喜欢 特地嘱咐过小钟 收集素材的时候 把郎靖山跟水有关的照片 整理好备用 比如小极青江 风雨中的宁静 找找秋水 寒江独调 树影湖光秋气爽 烟江挽博 无门归照等等 郎靖山的极紧摄影 将不同底片叠至 把不同的景物 并行插入 多次曝光 由此制作而出的摄影风景 给后来的摄影者 提供了很多的启发 那至少对我个人呢 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小的时候啊 神秘的郎家大院 激发了我的摄影的好奇 现在呢 极紧摄影的方法 又让我对绘画和摄影艺术 有了新的思考 郎家大院 我差点举起手来 赶紧用手机上网搜索 郎靖山 清光绪十八年 也就是一八九二年 生于江苏清河清江浦 就是现在的淮安市区 祖籍浙江兰西游布镇里 郎村人 在清江浦生活十二年之后 郎靖山赴上海南洋中学求学 后来我问孙彦林 说郎靖山对你的影响 真有这么大吗 那孙彦林写我一眼 说那还用说 你们家出门诱拐 走两百步 就是传说中的摄影大师故居 你会没感觉吗 那我想了想 应该也会有 但是那天 孙彦林连写我一眼的机会 都没给 两堂课连上 课间休息十分钟 给学生接开水 和上厕所的时间 我瞅着蒋台前没人 恭恭敬敬地凑上去 孙老师 我是谢王和 为大河谈千里迢迢 从北京专程来拜见孙老师 孙彦林眼皮都没抬 盯着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7月 出版的摄影大师 郎靖山艺术 那一页上 印着郎靖山创作于 1963年的摄影作品 松印高士 他就对着张大千扮演的高士 对我说了 你们工作室 有一个姓钟的姑娘联系过我 抱歉 我真的没兴趣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如果方便 能否课后单独请教 就耽误您半小时 下课再说 上课灵想了 我回到座位上 听孙彦林讲郎靖山时 我这脑子就开小串了 琢磨着如何把郎靖山 有机的融入这期节目里 没做过专门研究 但是呢 我一厢情愿的认为 在青江浦度过同年的郎靖山 一定受到了运河的影响 与水有关的诸多作品 极为名正 孙彦林把郎靖山的摄影作品 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 做了详尽的比较研究 在虚与实的处理 抽象与具象的转化 摄影与绘画意境的融合 传统与现代的破语力等问题上 借助现代传媒进行的操作演示 深入浅出的阐释了郎靖山 让我这个外行都觉得 自己把大师弄明白 五十分钟啊 很快 我中间回了助理小王两条短信 在素记本上 给孙彦林画了一股 有几分像 几分不像的肖像 重点是她的头发 眼睛 还有嘴 夏克林就想了 我迅速堵到前门口 就防止她跑掉 这个想法纯属多余 一大堆学生拥到讲台前 跟她讨论 我就倚着门框等 很多年没有认真坐下来 连听两节课了 这给我累了 这个以门而立的动作呀 在孙老师看来相当的轻调 不像四十岁的中年男人 该干的事 所以那天 她在解答学生疑问的时候 抽空狠狠 瞟了我几眼 觉得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挺讨厌 所以她一点都不想理我 所以在我发现 还有四个同学排队 等她回答问题的时候 决定先去个卫生间 然后又飞快地从卫生间 回到教室门前 这时候我发现 她趁机提前溜了 她跟那四个同学说 非常对不起 有急事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讨论 对她的这种行为 我也很生气 你副教授也要为人师表嘛 对吧 学高为师 得高为犯 起码你得守信啊 我直接就去了 美术学院教务办公室 不是投诉 我是去打听她的电话号码 教务员是个慈祥的老大姐 哎哟 小孙交代了 反所要联系方式者 一概兼拒 不是婉拒 小孙的意思 坚决拒绝 年轻人 要有耐心 这是把我当成求爱的 那我能说啥 得嘞 谢谢大姐 找到了一定请您吃糖啊 哈哈 哎呀 那到时候呀 可得给大姐双份的啊 不要巧克力 只要上海的大白兔 我也回她一个手势 耶 这都什么事啊 你说这 话说回来了 跑得了和尚 他跑不了庙 后天孙雁霖还有课 我就不信抓不着他 出了大学 我拦了两出租车 司机问我说去哪 我说青江拖拉机场 和淮海剧团 哪个进去哪个 司机就把我拉到了 一品梅路四号 刚进淮海剧团的大门 工作人员一直 胳膊挡在我面前 哦 我找谢阳芷 谢阳芷 谁啊 退休演员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过樊梨花点兵 和皮秀英四高 这两出戏 我也会唱 你们的退休职工 联系方式总该有吧 正说着呢 从大厅里走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 怎么了 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 找人换个时间再来 他找的是个退休演员 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 您认识谢阳芷吗 老谢呀 去古虹桥边的周信芳故居找 这老家伙改唱旗派了 都天庙街隔壁 我打车去周信芳故居 想起我祖父祖母俩人在北京 吃过饭就往机器前面一坐 雷打不动的听周信芳 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呢 听得老两口摇头晃到摩旋擦掌 开始是唱片机 后来呢 是转磁带的录音机 然后是影碟机 恨不能一天24小时单曲循环 徐策跑成 萧和月下追寒信 红门宴 听多了我都会唱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晨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23集 说起我为什么会唱 萧和月下追寒信 这还得说到我小学五年级 跟同学打的赌 夏天晚上钻进北大 从卫明湖 博雅塔那头啊 往翻尾鱼石出游 看谁先抓到鱼尾 输了的 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 我输了 就唱了萧和月下追寒信 经典的那段 从我主爷起义 在盲当 到撩袍端带 我把金殿上 唱的时候 我心里还打鼓呢 担心顺不下来 过去我就只是听 我从来没试过 竟然没怎么走板 就唱下来了 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 我粗着嗓子唱的 唱完了再说话 那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 在河边上 转过一座小桥 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 院门上方的匾额上 提写着周信芳 故居陈列馆 1895年1月14号 周信芳先生出生于此 六岁离开这里 随畅清一的父亲 周卫堂去杭州 师从陈长兴 练功学习 故居里藏品不多 以图片资料为主 陈设也简单 院子前后 植了风肥的芭蕉和藤螺 显得蓬勃兴旺 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吉 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 都傍晚了 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 这小院里还在 咿咿咿咿的唱着 惊呼二呼交替着响 有唱贵妃醉酒的 有唱街东风的 有唱四郎探母的 那有唱的就有听的 时不时的一传叫好 我问了一个 看热闹的大爷 大爷 您见过谢阳指吗 谁 谢阳指啊 哎呦 真不巧 他刚走 你要是找他呀 那得再等会儿了 他晚饭后还会再回来的 他们像上班一样 每天都来 只是啊 这上班的时间 可有讲究 大爷说呀 我唐伯每天半下午来 听一阵唱一阵 回家吃晚饭 饭后溜一圈 拐个弯又来了 一直到故居小院关门 我唐伯是个人才 唱了一辈子淮海戏 退了休 改唱京剧了 还专攻棋派 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位杂陈的老谢呢 他呀 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 我找了个马杂儿坐下来 等 一等不来 二等不来 我又问那大爷 大爷说 这就该来了 再问 应该很快就到了 弄得我也不敢走 我就怕前脚走 后脚我唐伯就来了 实在是饿得心斗干产 那会儿天黑我好几个钟头了 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 那大爷早回家了 票友就剩下四个 一个唱的 一个拉二胡的 外家俩看客 我连看客都算不上 就是个找人的 谢阳指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 我出了校院 哪儿灯光亮 我就往哪儿走 见到头一家小饭馆 我就进去 一碗长鱼面 两瓶啤酒 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 跟棋派精细听舒坦了 那是同样的舒坦 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 找了块石头坐在路边 抽了两根银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啊 我爸原来跟我讲过 我们家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 叫谢平遥 在曹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 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 后来这位平遥公 去了青江造船厂 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着了 平遥公在造船厂呢 也没待几年 辞续公职 严运河北上到了京城 也没待多久 开始跟一群世人举子 追随康梁改良的余序 其后拥护革命党 接下来反对袁世凯 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袁世凯称帝前 点名要灭掉的 平遥公地位名望 应该很一般 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 就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 但是呢 谢平遥英语好 据说后来啊 自学了意大利语 法语 德语呢 也通一点 起码吃喝拉撒 日常交流 应付的过去 这在一百年前 绝对是难得的人才 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 不怕中国人 处的是外国人 就怕洋人说三道四 我先祖平遥公 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 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 所以他们很讨厌他 觉得他也挺重要 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 这都是我祖父说的 说起他祖父的脑袋很直前 我祖父就十分的得意 但是平遥公呢 最终还是回了清江谱 至于原因 我祖父语焉不香 有时候说呢 是为了逃命 人家悬赏了吗 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有时候又说呢 受了刺激 心灰意滥 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 究竟什么刺激 他又说不清 但是有一件事 我祖父言之糟糟 那就是平遥公啊 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 用宣纸和毛笔 竖着从有王左写 他小时候亲眼见过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 首先有目击者呀 对吧 我祖父 其次呢 玉居北京的那些年 平遥公隔三差五 会回新疆埔 大河上下来来回回 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 一连数日困在船上 书读累了 那就只能盯着水看 想不成专家都难 毁怀醒亲的次数 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 我祖父回忆 他祖母啊 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 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 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 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 对吧 问题是 依然没有什么资料 可以证明平遥公 是研究运河的专家 我祖父到老了 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 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旧王募捐 到北京演出 一路由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 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 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 来过北京 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 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 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 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 跑哪儿去了呢 没准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 我祖父这话是跟我爸说的 那时候呢 我爸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 尚未培养几个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 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 列各种奇怪的算式 于是呢 他就会和我说点以前的事情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 周围一大片野地 没抄住啥呀 他们嫌远不愿去 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了吧 每天坐在太阳底下 手两块杯 有人求字 他就踏一张给人家 像个慈祥的弥勒佛 人缘好极了 踏杯干嘛呀 你高祖父自豪 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副 装表后挂家礼 或者当礼物送人 老爷子 来者不拒 八十岁写不动了 就写了公子珍的两首诗 和一篇文章 找人刻到杯上 谁再想要字 他就踏了送人 免费 当然 奇怪的是 杯刻好后 求字的人却少了 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 也送不出一副字 杯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 没人求字也有原因 乱了 运动了 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 中午我去叫他吃饭 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腾椅里 头外在右边的肩膀上 气都没了 医生说 嗓子眼里有痰 堵上了 一口气没上来 旁边就是写了公子珍 诗文的两通诗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 老祖宗死了 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 一记哀思 祖父对我们的安静表示诧异 你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呀 死了就死了 谁不死 我跟你说 网合 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都看着他 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 自问自答 是我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 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 也来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头上 我还能想起祖父说这话时候的表情 两眼突然变得比光脑门还亮 就好像他儿子要来北京 不是普通的求学和工作 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的一座北京城一样 祖父已经过去有些年头 如果他老人家还在 知道我现在正坐大和谈 成了半吊子的纸上运河专家 没准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 估计在他老人家看来 能在运河的问题上跟高祖父保持一致 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本事 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里 我不觉得陌生 当然也不觉得熟悉 很小的时候来过 被大人抱在怀里 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乱转 什么都没记住 我又抽了两颗烟 决定明天去找青江拖拉机场 我第二天睡到了自然醒 打了114电话查询 又上网搜索 确定青拖萎缩成了一个消息 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 在北京生活惯了 到哪个城市打车 您都不觉得远 我就安心地看着出租车 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跳 跳到38块钱的时候 停下来 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 如今变成了一个袖针的门脸 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 我爸和我爷爷以前说起来的时候 这青拖是何等的风光 大的足以自成一个帝国 你可以365天在厂区里不出门 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一样都不会落下 现在必须抽一根烟 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 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 50岁左右 上个星期的胡子刀现在都没刮 烟雾从胡渣中间穿过 给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 他对每一口烟都无比迷醉 吸入的时候用力 像在吸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 吐出时呢 嘴巴大张 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鸭都数得出来 他坐在一把木椅上 让我写出唐叔的名字 谢阳春 他看了一眼 然后就把他嘴撇开了 欠疚的摇摇头 他没印象 我说 退休了 啊 退休了呀 我说呢 他如释重负 狠狠地抽一口烟 就好像退休了不认识啊 那不算独职 我递给他一根酥烟 到了江苏嘛 那得抽老家的烟呢 收了人东西就得帮人办事 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边翻着 我帮你查查 我帮你查查啊 哎呀 这 啊 啊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啊 谢阳春啊 哎呀 就是被车咕噜砸死的那个 您说的是那个谢阳春吗 咱们清脱历史上 只有一个谢阳春 老大爷坐回原位 可能觉得我唐叔死了 我需要安慰一下 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 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 我说站在这儿就很好了 我只想把唐叔的死音听清楚 他点上我给他的苏烟 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 哎呀 原来死的是他呀 好多年前就听说过了 那会儿 你唐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 下完路上 被车咕噜砸死了 你说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 啊 出门撞见鬼 一辆卡车呢 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档上跑 一个咕噜脱落了 车子呢 在这边继续跑 咕噜往那边跑 一边跑一边跳 遇到个坎儿 跳得更高 落下来 砸到骑着自行车的 你唐叔 脑袋都砸扁了 脑江崩了一地啊 第十届毛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四集 我就听着老大爷开始详细的描述那写字呼啦的场面 我赶紧又滴一根烟 没必要再说了 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连谢谢都忘了说 没见过谢阳春 但他是我唐叔啊 我觉得胃里边有东西往上翻 必须亲自抽一根烟 才能平息这恶心 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 最后被车轱辘给砸死了 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 踢踢踏踏踏地走 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空气 闲得好 闲得发慌 在北京天天忙得脚步点地 电话 微信 短信 邮件 各种提示灵异 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 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似的 被全世界的人紧急地需要着 到了这儿 这手机突然就失声了 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 蒙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 我却不知道干什么 这就是传说里的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轻啊 我跟个二溜子似的 在祖先的土地上晃得 晃得身心空空荡荡了 突然电话响了 我得救一般赶紧按了接听节 他就是个骚扰电话 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地聊上一会儿 这电话呀 是助理小王打来的 网上署名瑞派克的那个瑞典小伙子 找到了 名字叫西蒙格勒马尔 今年26岁 是哥德堡人 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 毕业后找了份给欧洲报刊自由赚稿的工作 继续待在苏州 这个人闲下来就喜欢到处乱逛 边逛边拍 觉得好玩的呢 就发到网上 管自己叫瑞派克 瑞派克的短视频中 有一个大运河系列 从南到北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水边中国 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了 觉得有点意思 前些天跟我说过 我说好 跟进 该搜集的搜集 该整理的整理 然后寻找作者 西蒙格勒马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 成了苏州的女婿 她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 如果需要随时都可以出镜 不过 最近她想带媳妇回老家待一阵子 见见父母 看看瑞典 我们呢 得给她一个确切的时间 要不 就等她回来后再说 但我担心 等她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当断就断 你先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 我现在就回酒店看 做不做 下午我给你准话 有事做的感觉 真他妈好 我蓝亮兔兔兔直奔酒店 进了房间 打开电脑 小王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发过来 看完挑选出来的39个视频 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 觉得可行 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 给了我一个好印象 面对运河 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 这一点很重要 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 这家伙啊 贪玩 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候 经常搞怪 努力用不同的方言 跟当地人瞎聊 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 积极配合他的拍摄 有一个视频里呢 他指着一条张大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 这条鱼我不敢吃 人家问他为什么呀 他一本正经的说 他是活的 我怕他咬我 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 被逗得咧开嘴笑 看完视频呢 整理出了一个思路 把方案又给完善了一下 发回去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到酒店附近 一家老子豪面馆吃了碗面 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 打车 再去周新芳故居 下午四点半中的故居是最热闹的 午睡的都起了 晚饭还远 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 整个院子里边三五成群 一呀呀 瓷起鼻腹 唱老生的 唱青衣的 唱花旦 唱老旦 唱花脸 唱什么的都有 院门敞着 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波看过去 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 认出我们老谢家的表情 转到第二拨人的时候 昨晚那大爷看见我了 对我招手 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 他还是个听众 我走过去 他对着一个翘着二郎腿 坐在躺椅上的老人 招了招手 老谢 有人找 老谢扭过脸来 我能肯定 这就是我唐伯谢扬志 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友谊 可能是谢家祖传的 反正就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我在他的脸上 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 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 我唐伯在这一群人里 显然鹤立鸡群 他就是干这个的 虽然退休之前 唱的是淮海戏 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 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 养成了座态和优越感 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 也让他在一群老年票友中 占据了绝对优势 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 唯一一家躺椅 别人坐的是木椅子 条凳 自带的小马杂 或者站着 谢阳只穿一身黑 对今的盘口外套 翻口的北京黑布鞋 素景 低调的深沉和奢华 他用力看我一眼 没说话 用眼神问我是谁 我尽力走到他面前 弯下腰 不不好 我是旺和 我爸谢阳山 您兄弟 这次来淮安出差啊 我爸妈嘱咐 一定过来看看您老人家 谢阳只还是不说话 但是我能看出 他的胸脯在起伏 他在控制自己 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还是慢悠悠的 开口了 你真是谢阳山的儿子 千真万句 谢阳山头上有几个悬啊 这真把我问懵了 我没见过这么查户口的套路 我随口胡沁了一句 一个都没有 瞎说 没有没悬的人 对不起伯伯 我还真不知道 我爸头上有几个悬 他早谢顶了 能长悬的地方 一根头发都没有 先别叫伯伯 他依然半躺在椅子上 二郎腿也没放弃 亭子里的演出停下来 都看不见俩 这一段任亲 肯定比戏里的任亲要精彩 这是我身份证 您看看 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你 不能证明你是谢阳山的儿子 我倒是想起啊 我爸和祖父 说起的谢阳指 小时候的几桩糗事 但那些年少的恶作剧 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 那等于是当众 巴我唐伯的裤子 还是算了 厅堂里的那拨人 在唱徐策跑城 我心生意气 我也来一段吧 就徐策跑城这段 我选的这段 用我祖父夹杂着青江谱方言的声音唱 老许曾我站成楼 我的耳有龙 我的眼有花 我的耳龙眼花 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样过归在城边 我问你 家之哪富哪周边哪县 哪一个村庄 有你家门 你的爹姓神 你的母姓神 你们弟兄排行地几名 舍得清 你道的名 放下雕桥开城门 放你进城 你若是吃不清来 倒不眠 遥想开城门 阿安不能 你保上花名 舍得清 你道的名 舍得清 老许曾我站成楼 我的耳有龙 我的眼有花 我的耳龙眼花 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样过归在城边 我问你 家之哪富哪周边哪县 哪一个村庄 有你家门 你的爹姓神 你的母姓神 你们弟兄排行地几名 舍得清 你道的名 放下雕桥开城门 我放你进城 你若是舍不清来 倒不眠 遥想开城 我还不能 千万不能 你抱上花名 舍得清 你道我的名 不必唱了 你就算不是欠阳山的儿子 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孙子 伯伯 您认下我这个侄子了 就是因为你是谢阳山的儿子 我才更不想认了 我唐伯站起来 转身往外走 一会儿人全傻了 几秒钟前 他们跟我一样开心 千里寻亲啊 多好的事啊 而且成了 他们刚刚给我鼓过掌 还希望我接着往下唱 京腔里夹着淮安方言 唱周信芳 他们觉得别致 招呼我过来的大爷 把这手越伸越长 老谢 别走啊老谢 哎呀 这个老谢啊 追啊小伙子 你去追啊 等大家都反应过来的时候 谢阳指已经出了院门了 我把这礼物找着 拎着就往外跑 刚才展示给唐伯的笑 还原分不动的挂到我脸上呢 尴尬 让我的表情都僵了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这脸给弄平着 故居门前呢 有好几条路 我就站在旁边的桥上 哪条路上都见不到 谢阳指的影子 我父亲曾说 唐伯家 原来在花街附近 凭前两天 溜一圈花街的印象 我就往西北方向追 一条条弯曲的巷子 见货一道流水 穿过房前屋后 不少老房子在拆迁 房梁 斜架在残垣断壁上 走道上 不时冒出来一堆废墟 通往花街的地形 就由此变得极为复杂 阴天 下午五点多的空气中 就有一种灰暗弥漫开来 我拎着礼品盒 既要顾着远处 又要盯紧脚底下 路过一处废墟 拆掉了屋顶的门框两边 自上而下各箱的一粒石头 石头上阴刻了手写的行书对联 月来满地水 云起一天山 这幅队联语句很美 也很有些境界 字和刻工都不错 要是没人要的话 我去想个办法 给他们抠下来带走 这幅联我在别处见过 但是时刻后 嵌在普通民房的门边 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但就是这么走了一下 神 我就被脚底下的半块砖头 给绊倒了 第一品摔出去老远 这左胳膊肘和右手掌 同时称帝 水泥沟缝的石板路 这一较帅的结结实实 我半天都爬不起来 等站起来 站直楼 才觉出胳膊肘和手掌疼 手掌呢 擦破了瓶 血珠子一颗颗渗出来 胳膊肘清紫了一块 我找着块石头坐下 我看看人手掌 再看看胳膊肘 用纸巾擦掉了血 嘴里丝丝拉拉的出气 然后摸出一根烟点上 对着路上的碎砖头 踢了两脚 妈的 先让老子疼一会儿再说吧 抽了半根烟 视野里出现一双穿布鞋的脚 和牛仔裤的两只裤脚 我从下往上慢慢看 小腿 膝盖 大腿 腰 肚子 胸 双肩 脖子 然后是脸 看够了 来的人竟然是孙彦林 他正冷冷地看着我呢 手里拎着我甩出去的礼品盒 对不起 要知道是孙老师大甲 打死我也不敢这么看 你的东西 流血了 得找医生处理一下 去你拍过的那个大和堂 早关张了 初医生全家都搬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孙彦林有一张照片 拍的是运河边的一家 诊所 那个诊所名叫大和堂 他把礼品袋放在地上 往二十米外的桥上一纸 桥上有个画架 哦 原来是在这儿写生 我肯定他一定是看见了 我摔个大马趴的全过程 套这儿来写生来啊 我家在这里啊 这里啊 哪一家啊 不在跟前 我家在附近 哦 我想起来了 郎靖山故居附近 那就是天庙前街 那是我爸妈家 这两年 我主要住在工作室 孙彦林用手向东南方向画了个圈 他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 大概呢 是为了区别于我的那个工作室 现在好像啊 要是没有工作室 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艺术家 那其实就是个写字画画的地方 跟书房的区别 一个是更大 二一个是更乱 孙彦林主业是画画 那的确需要个大厂的 如果方便 能否给个机会 参观一下孙老师的工作室啊 你得先处理伤口 还无所谓 这就是个皮外伤 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就好了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五集 这根头可不能白摔了 伤口啊随他去 能搭上画才最重要 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位孙教授 我对这一季的大河谈呢 是相当有信心 孙燕林见状不再多言 这也是默许了 便开始约法三章 房间里再乱也不许说 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更乱的人 那另外两条呢 想到了再说 孙燕林帮我拎着礼品盒 和他的笔墨颜料 我用左胳膊夹夹着他的画架 右手呢举着 就跟个投降派似的 跟在他身后 朝着东南走 孙燕林让我离他远一点 免得他总得跟碰到的熟人 解释我是谁 也好 我跟他保持着有二十米的纯洁距离 我发现这个貌似纯洁的距离啊 其实是最不纯洁的 因为我可以把他的背影 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他被牛仔裤包裹的 屁股的每一点动态 看见他小腿肌肉 在运动中细微的变化 甚至请原谅啊 通过他外套的摆动 看见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状 一个匀称 结实 符合一定美学标准的好身体 当然这是因为我是利好 一个忙得跌跌趴趴的 离婚三年的四十岁男人 第一次发现 多年来被视为缺陷的远世 还竟然是个独门法宝 在一个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前停下来 孙彦林放下提盒 打开双层防盗门 开灯 室内空间比从外边看起来要大不少 定排停下八九辆卡车 问题不大 这个空间还不包括贴着膝边 隔离出来的一间卧室 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工作室里靠墙摆满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画和水粉画 四五个尺寸不同的画架分散房间各处 画架前放着笔和油彩 水泥的地板落满了油彩 没他说的那么乱 哟 这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吧 孙彦林呢 不吃我这一套 他让我把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空地上 不用公为我 我不吃这一套 这是原来针织厂的厂房 留下了几间 区里改造成文创基地 有点像你们北京的七九八 我租下了一间 你把我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那个空地上就行了 然后把伤口周围洗洗 我去找消毒点酒 你这里能消毒啊 那还让我去找医生 你挺讨厌的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的私人地盘 又不是医院 没义务招待你 对不起对不起 孙老师我错了 我错了 请问可以用您的卫生间吗 讨厌 我洗好了手 从卫生间出来 孙彦林也刚找到点酒和棉签 我刚想身头往他的卧室看 他砰一声把门关上了 好 闺房重地 非礼无事 窝窝窝窝窝 我今儿好奇一下 不必好奇 被子没叠 在椅子上坐好 孙彦林把棉签站上点酒 从伤口中心向外围画圈土 大房间里有点凉 点酒渗入伤口 这比擦破的时候还疼 我觉得这肚皮都抖起来了 受不了就坑一声 那不行 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 男人了 真勇敢 孙彦林用鼻子哼了一声 拿起一根新棉签站好 做事要往伤口上蒙按 我叫了一声 迅速抽回了手 这么没有安全感啊 别乱扣帽子啊 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孙老师 我把手伸过去 随他怎么折腾 他倒涂得更小心了 出个镜就这么难呢 艺术要为人民服务 那艺术家也要为人民服务吗 再提这事 别怪我感人了 好好好 为了多做一会儿 话都不能说 多不容易啊 处理完了伤口 我认真欣赏了孙彦林的画 至少这一批画里 运河题材的不多 处理的主要是人物 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 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 是对狼景山极紧摄影的再创作 别开生命 乍一看完全是狼景山照片的油画版 仔细欣赏 就会发现 他只是借用了狼先生的意象和构图 他一反狼先生作品中 描远高古 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 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的张力 整个画面有了爆发边缘压抑着的力量感 就像是小吉青江这幅作品 狼先生的原作里啊 集水者低着头 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 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 但是在孙彦林的小吉青江中呢 挑水的人抬起了头 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 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 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 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 完全成了一副全新的创作 在松印高市中 孙彦林放大了张大千 让张大千扭头往左边看 半个脸上的表情 与古松形成呼应 画面中的空气 仿佛都由此震荡起来 隐隐似有雷声 那几幅画真是吸引了我呀 我把椅子搬过去 坐在画前 从手机里搜出狼镜山的圆画 边边角角的对比着看 孙彦林给我拿来狼先生的摄影机 你有兴趣 卖吗 不卖 自娱自乐 还没改造到满意的程度 那什么样才算满意啊 那要知道我早就画出来了 对照原作又看过一遍 我站起来 强烈希望大师能伤你 给我个请饭的机会 这天都已经黑了 我还没吃上饭呢 郎大师十九年前就去世了 今天我请孙大师 孙彦林携我一眼 在下说我真赶你走了 话是这么说 但还是一块吃了晚饭 晚饭我请 附近的馆子淮阳府 孙彦林说这家的淮阳菜比较正宗 充分采纳孙彦林的建议 点了蟹粉狮子头 大煮干丝 凉稀脆扇 平桥豆腐 虾仁菩菜和鸡丝粉皮 主食茶伞和黄桥烧饼 吃了贴心 祖母活着的时候 饭桌上就是这个味 有一阵子 没认真想起祖父祖母了 这顿饭呢 让我觉得自己 确实是个坏安人 喂这东西 他就不像人会说谎 他比你更清楚 故乡在哪 祖宗在哪 你老家这里 不像啊 油腔滑掉的 咱们大清江可不查你这号的 我说你们女人是真难伺候 不会说话的吧 你们说像个哑巴 会说的又嫌油腔滑掉 没个正号的 我还真没冤枉你 祖籍这里 那也不耽误你 是个煎油子 你爸是这里的 还是你爷爷是这里的 我爸和我爷爷都是这儿的 我就说你这人没句实话嘛 昨天还说专程拜访 原来是寻根 顺便找个人 哟 那真冤枉我了 我算半个孝子了 早答应我爹来 给祖先们上个坟 但这次绝对是 起意找孙老师 顺带了 了缺点家事 但是看眼下这形势 两件事都咬黄 说完 我把来怀四天来 分别干了啥 一一向孙彦林交代 我把右手举起来 还有那礼物 我的唐伯泄阳指啊什么的 孙彦林听着听着 举起鲜榨玉米汁 要跟我碰杯 真是莫名其妙的 你说我到底哪得罪 我唐伯他老人家了呢 深刻的同情你 鉴于头一件事情肯定要慌 我建议你明天再去给谢老师唱一段 兴许还能扮成一件 小时候我听他唱过那个 皮秀英四告 我看哪悬 某人都一桌子吃饭了 饭碗没放下就不认人 我唐伯第三句话没听完就掉头走了 显然这事更难办 咱能说点别的不 我们家也是外来户 哪来的 高友 我高祖父跑船的 顺着运河到了这里 一百多年了 那时候这块还叫青江浦呢 那高友好地方啊 好地方多着呢 听说高祖父决意签过来 是为了他哥哥 问题是他哥哥当时已经死了 他也知道哥哥过世 还是举家前夕 要在哥哥葬身的地方扎下根 但爷爷奶奶他们又说 我高祖父老家在山东凉山 我都被弄晕了 有点乱 三代以上都是一笔糊涂账 我爷爷说呀 我高祖父会四门外语 袁世凯花了大价钱要他人头 那得是多为安的大人物啊 可我在相关的史书里 就没见着我老祖宗的名字 听着呢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终于有件事 让我们说到一块去 直说到淮阳府的客人 只剩下我们最后一桌 出了淮阳府的大门 孙彦林答应我送他回工作室 不是因为夜路黑 而是走路的时候可以继续聊 他的高祖呢 那也是个传奇 师出弹腿叫门 一身的好武艺 赤手空拳 十个八个壮汉根本进不了身 据说当年护送过重要的人物 沿运河去了北京 那个重要的人物姓慎名谁 孙彦林的祖父祖母也说不明白 但他们把过程叙述的跌宕起伏 以高祖孙过程 这一路追河道 抗官兵 阻击义和团 还跟数不清的歹人大战过千百回合 无有败己 老爷子不该叫孙过程 应该叫孙悟空 只有齐天大圣才有这般能耐 孙过程在青江浦一度开馆授徒 现在运河边上精通拳脚的 网上追个三五代 师父多半出自孙家武馆 吊诡的是呢 孙家后世子孙里 没见谁继承了先祖过程工的武学传统 反正孙彦林没听过三代以前的祖上 哪个身手过人 也没见过祖父那代至今 家族中有谁身体里流淌过彪悍的血 反倒是文艺细胞一个塞一个发达 当然成也文艺 败也文艺 他的小祖父 就是他祖父的弟弟 就像孙彦林一样 也搞摄影 也因为搞摄影 拍了一些裸体艺术照 年纪轻轻就被打成了流氓犯 送进了监狱 你学艺术 跟你的这个小爷爷有关呢 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学画画呢 不让我学摄影啊 就只好该画画了 为什么想学摄影啊 喜欢卖 不是 我是说啊 一个中学生 怎么会把摄影当作自己的职业呢 这专业 那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偏门的吧 就因为出门诱拐 两百米就是狼青山谷居 五分之三来自狼先生 五分之二呢 到了孙彦林的工作室门前 黑须须的一间大屋 孙彦林从包里掏出钥匙 说来话长 有机会再说吧 晚饭吃得很好 也谢谢你送回来 大晚上的我就不停进来了 再见 明天可以去听你的课吧 没什么好听的 都是瞎讲 孙老师谦虚 人请不到总得学到点知识 要不白来了 那好吧 晚安 第十届毛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六集 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 再去孙老师课上听讲的机会 孙彦林刚答应完了 门打开 灯亮了 咯一声 他又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前掏出一根烟 刚想点上 门又开了 半米宽的光亮 像伤口一样 卧倒在我脚下 孙彦林从门后伸出头来 哎 往西走五分钟就是大路 那里好打车 再见 说完 孙彦林脑袋缩回去 这门又关上了 只是这次 没那么想了 回到酒店 这时间还不算太晚 以我爹多年养成了夜猫子生活习惯 这会儿接个电话问题不大 喂 爹啊 您这堂科到底搞得哪一处啊 我一个晚辈拎着礼物 热脸撞上个冷屁股 哎呀 你养殖伯伯想多了 这些年还没放下 他以为当年推荐上大学 我抢了他的名额 天地良心 你爸真不是这样的人 你爷爷也不是 各位会征求学校意见 决定推荐我 名字错写成谢阳指了 等改过来 小刀消息已经出了门 你阳指伯伯听了风 认为你爷爷做了十五九 窃去了他的前程 那阵子你爷爷对这事 确实非常伤心 他希望我能跟你高祖父一样 尤其会到北京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你爷爷真没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 儿子 你爸拿谢字跟你保证 你爷爷什么人 忘和你是清楚的 你的名字是你爷爷取的 我跟你妈生了你以后 爷爷奶奶就一直待在北京生活 那为什么不跟那边解释清楚啊 你爷爷是个好人 直到阳指哥放不下 干脆逼开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省得相互不舒服 我也记少回去 原因大概也如此 解释不清的 就不必上赶着非弄明白 我想你阳指伯伯都退休的人了 天大的事也该放下 没想到还存着心事 这事在他心里 该磨出茧了 爸那不是茧子 那是结石 啊是结石 老了 不想动了 要不真想回去亲自 跟你阳指伯伯再谈一谈 不过谈了又有什么用呢 一晃都快七十了 要再吵起来 那真是一辈子的丑闻啊 爸我说您就别发灰了 长途电话费后贵的 那些规定动作我必须做 您就下个指示 别的我着星处理 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好吧 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让你唐伯难堪 更不能惹他生气 能说得清就说 说不清照单全收 都认了也不丢人 还有几年活头 阳长必短 奔着高兴的事去 实在问不到老祖宗的墓地 就找运河边没人的地方 多烧几刀纸 烧多了 总有几旅员能飘到祖宗那里 烟就是钱 给阳传叔叔也烧两刀 烧纸的时候 别忘了祷告几声 就说不孝子孙谢阳山 一直想着他们 给列祖列宗磕头了 如果唐伯和唐叔 谁家困难 三千五千的支援点 回头找我报销 行 都记下了 跳广场舞的时候 别太过分啊 你也照顾一下 我妈的感受 放心 儿子 你爹也就跳跳舞了 早点睡吧 第二天上午 提前五分钟 进了孙彦林的课堂 我刚坐下 他进来了 他往最后一排看了一眼 这一点 我可以保证 接下来两节课 他都没再朝我看一眼 这一点 我也可以保证 课程呢 是名画赏西 结合具体作品 分析中外名画的特点 和艺术价值 大部分我听不懂 具体到了 范高必须切掉左耳朵 毕加索只能不停地换情人 太深奥了 倒是中间插播的 一段狼靖山的 湖山懒盛 分析狼先生 在集锦摄影时 如何反国画 施古法 重疫情 由此解读中国画中的名作 我听明白了 讲得好 课间 我没打扰孙彦林 两节课下 我又到那前门边等着 这次我不去卫生间了 他解答完学生的问题 从教室里出来 走啊 去哪儿 请你吃午饭呢 无功不受禄 别有负担 不会让你白吃 那 讲到湖山懒盛的时候 无端想到了披萨 那咱就吃披萨去 披萨之后 在星巴克 又要了两杯拿铁 提提神 我担心 艺术家的自由生活里 每天都需要午睡 然后呢 就去大闸口那儿坐船 体验一下 淮安的这一段运河 请孙彦林 客串一回导游 大闸口 当然是曹运的金猴 堵上了 曹船上不去 也下不来 因为闸潜水是凶猛 大部分时间里过船 去动用脚关 只有一等一的高手 才敢顺水下船 脚关固定在两岸的高坡上 硬木做成脚盘 拉船的揽绳啊 缠到脚盘上 大船过闸用四个脚关 小的用两个 揽绳的另一头呢 套在船桩子上 过闸的时候 脚关的闸弓 根据闸上的锣声挤缓 来用力 锣敲的紧 那得一圈圈的拼命叫 如今大闸口水流平和 也就没有什么船 再往这条河道上开了 1959年的时候 在长南开弯了南运河 来往船只都改城外过了 那 穿过市区的这段里运河 被开发作为运河风光带 来回走的呢 都是电动的游船 行船也成了娱乐 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了 租了一条小游船 现代化的船舱 可以喝茶聊天 如果不是孙燕林 一步换景的讲解 我会以为 就是在随便一个公园的水上饭中 要说到底是老师啊 他从两岸的建筑和风景切入 扼要的 把运河至于淮安 这座城市的影响 精辟的总结了出来 就像通过一幅幅名画 串起整个艺术史 跟所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差不多 这座城市 成败皆细于这条河 当年雄居天下的十里长街之繁华 草运废止后 建区凋零 没有不散的宴席 前现代的内河水路交通 在高速公路 铁路 航空崛起后 成了溜墙根 晒太阳的老前辈 已然无力引领生产力的新方向 而当年水路发达的地区 又阴差阳错 被公路 铁路和航空 集体忽略 要想赴 先修路 这些地方成了现代之路的盲区 也就是说 当年翻墙林立 洲际如梭的沿海地带 毫无悬念地成了 现代化时代的内地 所以在很多年里 这座城市 被戴上了欠发达的帽子 我对GDP不感兴趣 有那么重要吗 希望有一天 发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 比GDP更重要的指标时 我们还可以后悔 也还有回头路可走 比如呢 这条河 孙彦林的手越过船头 一直指到李运河的拐弯处 两岸条石相比 整齐划一 岸边的景观树 也统一了风格 粗细 高矮 树冠的大小 像同一棵种子发的芽 同一棵芽长出的苗 同一棵苗长成的树 此时午后 岸边辟出的人行道上 有长跑和散步的人 GDP可以让你每天 都能看见一条 不惜的长河在流淌吗 当然 砸出足够的钱 别说一条河了 科罗拉多大峡谷 也可以挖出来 但你能挖出 一条河的历史吗 你能挖出 它千百年来 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 影响和塑造吗 你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边 能成长出孙老师 这样的赤诚的运河之子吗 去 应该说正经的 人家说的就不正经了 孙眼林发现掉我坑里了 他不理我 端起杯子喝茶 举半天才喝一口 游船回到船部 我们从石码头上岸 穿过花街的时候 我问两边开店铺的老板 请问附近可住有一位 叫谢阳指的老先生 会唱戏 淮海戏京剧都拿手的那位 老板想了想摇了摇头 看来唐伯一家搬离附近多年了 据四点钟还有一阵 孙眼林带我穿街走巷 我想看看郎靖山古巨 巷子窄而曲折 红桥里 五福里 晋彩巷 张仙楼 花门楼 但这些名字 劈头盖脸的 就满满的烟火气 当年的老住宅区 主要骑马 行桥和走人 确实也不必太宽 现在住家拥挤 巷子里各家亮晒的衣物啊 迎着风花花绿绿的飘荡 都天庙街那时候 应该是个风水暴地 文惠庵 提炉庵 广阴安和都天庙 都在附近 香火不断 饭月诵经之声 静日不绝 郎家老宅 由郎靖山先生的父亲 郎锦堂所见 郎锦堂先生参禅礼佛 很是虔诚 所以宅邸修在了这里 把家建在这儿 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定然也非泛泛之辈 郎锦堂 曾在曹河总督陈奎龙属下 先后任左营参将 两阵总兵 后来做了运河 工程督导 筑节青江谱 算有头脸的人物 棋子郎靖山的摄影 禅意丰盛 竟需饱满 想必也能在这里 找到源头 孙彦林祖上 过程宫 能在都天庙街 扎下来 当年的武馆 开的应当是可观的 要不也没法 跑到这里 埋房之地来 遗憾的是 那天下午 郎靖山故居 没有开放 新修的诸红大门紧闭 敲了半天也无人应答 我们就进了旁边的都天庙 给都天神上了一炷香 要不咱们拜访一下孙佛 不行 放心 不会在你爸妈跟家给你丢人 我怕我爸妈在你面前丢人 孙老师 要注意为人师表 真的你不知道 我爸妈但凡见我 跟一男子在一起 只要对方看上去 不超过六十岁 他们就两眼放绿光 担心闺女吃亏啊 催我结婚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天天挂嘴边上 我宁愿去住工作室 而根子清静 那正好啊 我冒充一下 让老人家安安心 你 可快拿凉块拿待着去吧 哎呀 不行 伤自尊了 这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看我单身 你未嫁 这戏能演好 哎别 是你离婚 我未嫁 你怎么知道我离婚呢 你说你单身 钱包里那是你儿子吧 他一说这话 我一愣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 我钱包里啊 的确有我儿子照片 可能买单的时候 他看见了 哎 你怎么知道 那是我儿子啊 谁家娃能长出 你那个招份啊 嘿 得 你赢了 逗了半天嘴 孙彦林家也没去城 我该去周信芳古居了 我们在桥边分手 他回工作室 解阳指半躺在椅子上 敲二郎腿 叼着一品煤盘的香烟 不懈的睁着半只眼 旁边呢 在唱贵妃醉酒 票友们的目光 就聚在唱和拉的圆心里 只有我唐伯的椅子 斜着背对他们 他在等我 但是我走近了 他睁开的那半只眼 也闭上了 我弯下腰像鞠躬似的 博博 我来看见老人家了 我唐伯那眼睛睁开一下 又闭上了 他听我说完 咳嗽了一声 拿嗓意 利嗽 唱了大半辈子戏 居然没唱出奄言了 昨晚我跟我爸通了一个 很长的电话 他让我一定把问候带到 老谢家 他就您这一位兄长了 多大的事 也无请您多包涵 这话说完 我唐伯突然放下二郎 蹭就站起来 腿脚比我都利索 转身就往外走 我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 只觉得被闪了一下 眼看着他出了院门 我还亮的原地呢 这一瞬间我做了决定 到此为止吧 明天买上半车火纸 到河边多找几个点烧 总有一处离谢家的祖先更近 我的大嗓门啊 平遥宫他们都能听见 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十七集 就在我刚走完决定的时候 院门口出现了半个身子 唐伯对我愤怒的招了一下手 怎么个意思 让我出去 有点意思了啊 我屁颠屁颠我就跑过去了 弟子规上说呀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我跟过去 看见唐伯坐在石桥的栏杆上 背对着我说话 你爸到底想说什么 推荐上大学的事 我爷爷没做过任何手脚 他也没这个能力 停 四十多年了 你爸就让你回来说这句话 唐伯的嘴唇颜色渐渐发紫变黑 腿脚再好 您记得 年岁不饶人 心脏这个发动机 还是老化了 我在他旁边下手坐下来 递给他一根烟 帮他点上 我得缓和一下气氛 身体最重要 伯伯 上一辈的恩怨呢 我没资格介入 我也不想介入 但是有点切身感受 还是想跟您交流一下 我爷爷对北京的激情啊 的确让人费解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啊 但是呢 我敢肯定 老爷子是个好人 心软的看一场周信芳的戏 那都得流好几次眼泪 听说您唱淮海戏 除了周信芳 电视上他看的最多的就是淮海戏 老人家去世前的那些年里头 多次就想回到鱼河边 但最后还是作罢了 是因为他觉得这误会啊 不能消除 他回来就是刺激你 他想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但是您看 时间再伟大 他有时候也是不作为的呀 说得轻巧 你知道那种环境下 那样的机会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 我为什么唱戏啊 在一个小地方 只有唱戏 才能把你从平庸的生活里解放出来 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你以为我不想去北京 你以为这里的人不想去北京 不是要为去那里过日子 而是因为生活在河边 从小就知道这条河一直流到北京 那是终点 都想去终点看一看 流过青江浦的水流到那里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是水 水跟水不一样 那是谁说的来着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里特 唐伯说完那句话 瞳孔突然放大 他这言辞把自己都给惊着了 夹着烟的手都抖了 我能感觉到唐伯确实是憋坏了 也因此我突然发现 这些年他对此事不能释怀 放不下的理由 其实早就有所变化 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固然十分宝贵 被冒名顶替的愤怒 固然也相当的暴力 但是时间总会打磨掉外在的棱角 时间唯一不能消除的 是内心里的好奇与渴望 不仅无力消除 反而还做了帮凶 像磅病成猪一样 时间帮你把一粒沙子越磨越大 直到变成再也不能忽视和排解的珍珠 也许很多年里唐伯自己都没意识到 事情已经悄然起了变化 想起父亲跟我说过 杨指唐伯是个游泳好手 年轻时他们在运河里比赛 从大闸口出发 杨指伯伯总是第一个游到水门桥 伯伯 我呢 郑重地邀请您去北京 愿意见见我爸妈咱就见 不愿见 咱们就好好看看通州段的运河 就在我们家门口 我可以陪您从这头一直走到那头 我考虑一下 唐伯盯着我看 这眼睛就开始发亮了 水珠聚集产生了光 他把烟吸得很响 吸烟的声音都带了鼻音了 嘴唇也开始哆嗦 他站起来 脚底下飘飘呼呼地往南走 院子里有人在唱 萧和乐下追寒信 沙哑豪壮地唱腔就传过来 伯伯 能告诉我咱们卸下的祖坟在哪儿吗 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告诉我酒店的名字 我大声说出酒店名字和房间号 不知道唐伯听见没有 他已经走远了 第二件事算是完成了一半 我也有心思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转转 就是没想到转着转着 就到了孙彦林工作室的门口 我敲向大厂房的防盗门 敲三下的响声之后 这门就打开了 好像他就守在门后头 抱歉啊 没别的地方可去了 进了吧 茶都泡好了 谢谢 这可让我产生了 自己还挺受欢迎的错觉啊 臭美 加个杯子而已 茶具在孙彦林的房间 她先进了房间 我在门口停住了 深吸了一口女孩闺房的暖香 还有金俊梅的茶香 房间不大 也不小 一个人生活足够了 一张双人床 靠墙的书柜 一直顶到天花板 一个门对开的原木衣橱 一张书桌 上面放着电脑 笔筒 和两桌书 一把原色的藤条椅 还有一个带玻璃的五斗厨 柜子里放着相机等各种小零碎 此外就是书柜前的根雕茶具 茶盘上一杯茶正冒着香气 另有一只空杯子 我本能的多看了几眼床 素淡清雅的三件套 整齐温馨 进来啊 不用把茶具搬着大厅吧 好啊 那你搬呗 孙彦林脸红了 声音也凉下来了 我一看完蛋 玩笑开过头了 我赶紧一步跳到茶桌前 坐下来 我开始自己倒茶 杯子已经洗过了 我看了眼她的表情 姑娘好像真生气了 哎呀 好容易被恩准进来 打死我也不出去了 我就说你这人挺讨厌的 有嘴花舌 我赶紧找本 来一段苦情戏 说刚才如何去找唐伯 再次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念我如此尊老 她的气算是过了 开始思察 我差不多能明白 唐伯为什么这些年 还放不下了 笨死你了 早该想到了 你就是被庸俗的 功力的目的论 糊住了大脑 那没办法呀 孙老师一直不肯 阴才失教嘛 不过也不能怨你了 孙彦林边说边倒茶 她倒茶的执法很好看 这门学问 她应该是钻研过 你不在河边生活 只有我们这样 每天睁开眼 就看见河流的人 才会心心念念的 要找她的源头和终点 对你伯伯来说 越何不止是条路 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的跑 她还是个指南针 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她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 她代表你 代替你 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 她甚至就意味着 你的一辈子 你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 在你二十岁 会流到哪里 三十岁 四十岁 乃至你伯伯快七十岁的时候 会流到哪里 每天在河边走 你会抓耳挠腮地想知道 而你伯伯在心痛 她失去了一个 一个去到运河终点的机会 她也知道 这个机会 她永远不会再有了 她说的也投入 激昂 眼神里有一种 我在商业谈判 和各种酒局中 从未见过的纯粹 那是一种动人的光 她整个人都因为这种光 像灯盏一样亮 她的脑袋后头啊 就仿佛凭空 生出了一个大光像 她端起茶杯 在我眼前晃了晃 哎 看什么呢你 没人告诉你 你在讲课的时候 有多美吗 我这句话说完 眼瞧着孙老师 赶忙遮住脸 她脖子都红透了 又来了 一点正情都没有 我以大和谈的名义保证 我很严肃 三句话不理大和谈 咱们做的是同一件事 我就是想把你这样的 甚至我伯伯这样的故事 在节目里讲出来 咱们能不提你的大和谈吗 好好好 打住 现在来谈你的大和谈 还有剩下的五分之二 没说呢 孙家和摄影有缘 缘分也是一种宿命 你想他也来 你不想他也来 这缘分肇事于先祖 孙过程 我也只是听说 我高祖父护送过 那位重要人物之后 得到一件纪念品 就是相机 孙过程 孙过程护送那人水路北上 是在1901年 1901年呢 使用的是便携的相视照相机 这款相机他没见过 他父母和祖父祖母他们见过 他的小祖父孙立心也见过 而且对孙立心产生过重大影响 因为家藏一件老古董 孙立心打脚就对相机不陌生 又因为跟狼家族邻居 年轻时自然就玩上了 这个时髦的东西 孙立心也弄不清楚 那个老古董具体是哪一款 机箱上的字迹早已经被磨损了 漫幻一片 根本变不清楚 我根据他们的描述 查了很多相关资料 应该是布朗尼一号 1900年 布朗尼为科大公司 设计了一种小巧的相视照相机 称为布朗尼一号 这种照相机 使用编号为117的胶卷 胶卷附有护纸 能在白天进行装卸 一次可以拍摄 57毫米乘57毫米的画面 六张 操作相当简便 等我小祖父这一辈 见到布朗尼一号的时候 布朗尼一号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半个多世纪里 不知道相机的内胆被谁拆去了 不过有外壳就足够了 甚至 有个关于相机的传说也够了 你就足以和他建立起一种 隐秘的 单线联系 我小祖父第一次在朋友那里 见到莫斯科五行相机 拿到手里就开始摆弄 居然就直接上手了 当时朋友紧张地一直断着一个大婆罗 在下面等着 怕掉下来 其实那个朋友担心的是我小祖父把相机捣鼓坏 但他习惯性地把这个捣鼓坏 理解成掉下来摔坏 就是这款苏联的相机启蒙了的 莫斯科系列从1946年开始生产一型 到五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了 嗯 这么说吧 在纺制蔡司折叠式皮枪相机当中 莫斯科系列可能是最成功之作 到五行的时候已经是专业机了 使用120胶卷拍摄6x9的大底片 适合拍摄风景跟合影 但我小祖父对风景和合影兴趣不大 他喜欢用他对准一个个人 再拍出一系列出色的人物肖像照 但谁也想不到 就是这些人物照 害了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孙彦林的小祖父啊 还是针织厂的职工 只限郎靖山故居充公 做了厂房 此时改成了职工宿舍 就在家门口 孙立新呢 也经常住宿舍 因为有一帮喜欢艺术的朋友 二三十岁的十来个年轻人 对兵荒马乱的外面世界啊 闭目色听 踢斗游街 敲落大鼓 一概不理 自己关起门来 业余画画的 玩乐器的 搞摄影的 唱声乐的 练习舞蹈的 自己跟自己玩 他们针织厂之外呢 还有社会上其他行业的 年轻艺术爱好者加入进来 逐渐就形成一个地下艺术圈 在这个圈子里 孙立新以人物摄影闻名 当时孙立新用的是一台 上海582相机 这款相机啊 产自上海 仿的是最高档的 德国莱卡相机 它仿出的效果如此之好 让整个世界相机 制造业刮目相看 拍人体艺术照没得说 所以谈恋爱的找他拍照 结婚的找他拍照 亲戚朋友来了 也请他拍照 艺术照当然更是 题中应有之一 然后就出事了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 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 徐泽臣 制作 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28集 出的这个事呢 还要从孙立新的 一个朋友说起 孙立新的那个朋友啊 在偷偷画油画 还是画人体 确切的说 是画女人的裸体 这个年轻的画家朋友 尚无女朋友 就算有 那会儿 他那女朋友 也未必答应脱光了 让他盯着看 那个时代 这件事啊 得进了洞房以后才行呢 他只能照着书上 画别人的 对着镜子 画自己的 很快 他对有限的临摹资源 就厌倦了 有人给他介绍了 另外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 是个女画家 两个资源短缺的 异性画家呢 决定相互画对方 那不是面对面画 而是对着照片画 这就需要拍下 对方的裸体 以艺术的名义 艺术的拍 他们提前设计好 各种艺术的姿势 然后邀请到孙立新 只有他才能拍出 他们想要的效果 孙立新也颇为 惆怅了一阵 拍男人的身体 他不怕 拍女人呢 有点处 但他想拍 对一个摄影艺术家来说呢 是叫创作 他需要创作 为了相互 都不给对方惹麻烦 他们达成共识 拍照时啊 两个人都戴上一副 印着五角星的面具 毋庸置疑 这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女画家没事 男体嘛 就是男人脱光了 被画出来而已 男画家画女体 不行 大家把这个过程 想象的极其复杂 女人怎么可能会 随随便便光着身子被画呢 显然是强行扒光了 人家的衣服 这涉嫌暴力 接下来 如此风云美好 摆出这么诱惑的姿势 该秃的秃 该凹的凹 该大的大 该小的小 该黑的黑 该白的白 完全是打着艺术旗号的色情 起码是包括 但不限于色情 总而言之啊 画女人裸体 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 给裸体女人戴上 印有五角星的面具 那又是什么意思啊 表达政治上的不满 还是某种隐喻 所以 男画家被抓了 顺藤摸瓜 孙雁琳的小爷爷 也被揪出来了 她的罪名甚至更大 男画家只是照着照片画 孙立新呢 是 亲自对着一具活生生的女人裸体派 显然她更流氓 两个人以流氓罪被判入狱 有期徒刑五年 上海五八二相机 也被当成罪证没收了 了解内情的知道 他们因艺术而成为流氓犯 不知道的就完全把他们当成流氓 看了 这个罪名 把孙立新一辈子都搭了进去 待满五年出来 孙立新像个小老头 头发都白了 断断续续做了些灵工 不再拍照 也没娶妻 她也娶不到 杀人犯有人假 流氓犯没有 老太太见了她都躲着走啊 孙立新孤身终老 一个人待在小屋里写写画画 很多年后 孙燕林念了高中 她放缓过劲来 开始辅导孙燕林画画 家里人这才知道 她在琢磨狼靖山的作品 还写了两本跟狼靖山有关系的书 事实上很多年里 也没几个人真正关心她在做什么 孙燕林的第一部相机 就是小祖父用两本书的稿费给她买的 孙燕林独身至今 也是受了小祖父的影响 既然一个人被理解起来如此之难 那么独自生活也挺好 做饭都省心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她在厨房里做饭 我站在门边随时待命 因为她不知道多了一个男人 这饭菜的量分别要加多少 她讲 我听天就黑了 看在我是个乖学生的份上 她决定今晚亲自下厨 她所怀扬风味 三菜一汤 不能说味道有多好 但是吃着贴心 你可以满世界乱窜 但是胃是有阻击的 找对了地方 她就会及时告诉你 那比饭菜更贴心的 是人 女人在厨房里的时候最美呀 你这个观点啊 涉嫌性别歧视 很男权 哟 你高估男人了 在每一个厨房里的女人啊 男人不走脑 只走心 理智是使不上劲的 我没告诉她美的细节 因为关乎性感 说出来这是要逃打的 家常存美的性感 还有身体的性感 她穿宽松的家居服 围裙呢 在腰间竖了一刀 一个大大咧咧的曲线就出来了 弯腰的时候 家居库里的屯形半饮半鲜 而我站在她侧后方 围裙裹紧的上身 胸部蓬勃而出 看料子 我想她家居服的手感一定很好 她转过脸 一柳头发垂到眼前 蓬松的头发有点乱 我身体里有个地方狠狠地疼了一下 发什么啥 要辣椒吗 看你啊 要 去收拾饭桌 她摆我一眼 我把饭桌搬到了画室中央 周围环绕着她尺寸不一的各种画 如果在屋梁上俯拍 大概能拍出一个孤岛的效果 那张小小的饭桌 连同我们两个人 如同被艺术围困的一个孤岛 一个人吃饭 饭桌从来都是贴住画室的一角 要不太空旷了 你是说孤独 那是你一个人 现在是两个人 多空旷都挣得住 孙雁琳端着碗 直直地看着我 我放下筷子 把手伸了过去 摸了摸她的脸 她的眼圈慢慢红了 两颗泪越聚越大 然后埋下头吃饭 筷子把饭碗磕得当当响 吃饭 碗筷放下之前 她没再礼物 孙雁琳对摄影有了兴趣 完全是个偶然 跟先祖孙过程 传下来的那部相机 没有任何关系 她懂事的时候 空壳相机也早已经不知所终了 跟小祖父玩过摄影 也没关系 孙立新从老里出来 相机摄影 作为孙家的敏感词 已经五年 早就被成功地 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了 初中一年级 她到同学家玩 同学炫耀亲戚 从日本给他们带来的佳能相机 EOS700型 一款面向业余摄影者的自动对焦 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 作为EOS850型更新换代的机器 这款机器没有焦点预测功能 和多种曝光模式 她只是想摸一下 同学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 只许看 弄坏了赔不起 她是个好学生 成绩好到老师和同学极少拒绝她的要求 她觉得很没面子 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谁稀罕啊 我家邻居就是狼静山 摄影大师 1949年 狼静山去了台湾 很多年里大陆业界对她都知之甚上 在这个小城 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 就算都天庙街的街坊 你说摄影大师 他们也很难立刻把她跟家门口那个空气破旧的院落对上号 当然有 还是我邻居 你瞎说 咱们这种地方 哪有什么摄影大师啊 天不早了 我先回家吃晚饭 明天再给你们普及 孙彦林这话只是嘴硬 根据说服力的信息 她是一条都列举不出来 回到家 父母呢也语言不详 正好母亲煮熟了饺子 让父亲端一碗给小祖父 父亲出了门 把饺子交给孙彦林 在她耳边说呀 送去 问小爷爷 在孙立新的小屋里 孙彦林看到一摞手稿 六年后 这摞手稿在一家偏远的出版社出版 书名就叫 《夜静春山空》 郎静山 和她的艺术世界 那部书稿文字问题不大 见获小祖父做点解释 孙彦林胡论吞枣 也看得下来 图片资料麻烦 孙立新隔三差五 跑各家图书馆 郎静山的摄影作品 她只能用铅笔临摹下来 经常是一张照片 要画上一天 饶氏如此惊心 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 更坚弱干图片资料 可画性极弱 孙立新只好转着圈的用文字解释 看得孙彦林脑袋一圈比一圈大 收获倒也立竿见影 几十页手稿和几幅临摹图片看下来 不仅唬住了同学 还被同学们目为了专家 专家的虚荣 逼她沉下心读完了小祖父的全部手稿 一本书看下来 她觉得自己跟摄影有了隐秘的关系 我当时就说我也要学拍照 吴小爷爷第一反应 是跟我说那玩意害人 吴小爷爷从监狱里回来之后 一直很瘦 大夏天穿衬衫也要把扣子扣到顶 我记得当时 她吸了三口烟 然后又接了下班去 太贵 要喜欢就从画画开始吧 这么简单 那还得多复杂 一辈子的志业啊 那总得隆重点吧 那是唱戏 平常人生吃顿饭一辈子的决定 可能都做出来了 哪需要什么天垂异象 初一到现在大概二十年 没动摇过 摇头 这算是动摇过还是没动摇过 咱俩好几顿饭都吃过了 你做出了啥决定啊 你想让我做什么决定 她低着头给我倒茶 细长的白脖子 延伸到衣服里 一小片光落的后背上 我又把手伸过去摸一摸的冲动 为此我用左手抓住右手 灯光没有调到最大亮度 粉白中透出毛茸茸的橘黄 地老天荒的静寂与安详啊 那看你的了 你竟然也学会含蓄了 那脸皮再厚也是要面子的嘛 你就不能让我装一装 活了四十年 我终于发现 真正严肃的问题是 你没法嘻嘻哈哈吊儿郎当的来谈的 你不想板着脸都不行 五官和肌肉不答应 不许催我 有了决定我会给你打电话 每天早上请个安也不行 不行 你说 我高祖父孙过程 当年护送的是谁啊 我查了资料 那相机好像就是柯达1900年的款 谁把它拆成了空壳 那空壳相机最后又去了哪里呢 说这话的时候 孙彦林两眼里突然放出 站在讲台上时才有的光 我摊开两只手 表示我也不知道啊 等有能力时空穿越再说吧 我也一肚子问号了 就我那伟大的祖宗平遥公啊 听上去很有些传奇 但连一个空壳相机也没留下来 哎呀 时间消磨了一切啊 这才几十年呢 所以珍惜现在吧 这一杯16年的手谱 是我们俩年龄差距的两倍 珍惜这杯茶 来 干杯 干杯 如果不出意外 明天在河边烧过几道纸厚 我就回北京吧 再干一杯吧 我们把茶杯端到了眉毛的高度 她的眼里因为涌出泪水 眼神显得更有分量 她把我送到防盗门口 隔着防盗门的铁栅栏 我又问 哎 真的连秦安也不行 不行 第十届毛顿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回到了酒店 前台转告我 有位老先生留了封信 我打开信封 半张纸 只有五个字 永思园公墓 第二天上午 我买了一堆活纸 水果和鲜花 手提兼杯 怀抱着进了淮海西路的永思园 园林市公墓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花木福书 在管理人员的指点下 我还是多绕了很多圈 在一片平民化 格式化的墓地里 找到了谢家的遗留坟墓 按顺序拍开 最左边 是先祖谢平遥 最右边 是谢阳春 平遥宫的墓 可能连衣冠种都算不上 那就是个名字 几十年来天下纷扰 坟墓也不知道 欠过多少回了 每次丢那么一两根骨头 到现在差不多也就丢光了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要的是谢平遥三个字在 我们就知道了源头和来路 我们也就有了源头和来路 毫无疑问 把平遥宫已降的祖上 千葬这里 是唐伯谢阳指的功德 为此我对他又生出了些敬重 由于要不要推迟一天回庆 下午再去周信方谷具碰碰运气 鲜花和水果供上 我把活纸均匀地分到每一位祖先的墓前 点招 我把祖父和父亲想说的话 给列祖列宗都说了一遍 我们呢 没法逢年过节都来给你们烧纸上坟 但敬重和缅怀之心从未放下 朕希望运河自己宁已被从未断流 我们就可以随时把想说的话放到运河里 一句句地让他们顺水漂流 一直漂到你们身边来 我像在电视台录节目一样 自言自语半天 我的祖先是最忠实的听众 说完了 我在谢平遥的墓前蹲下来 想象祖父回忆中 那个坐在藤仪里的胖老头 祖先是一件遥远的事 我蹲在遥远的祖宗跟前抽了一根烟 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 旁边站着一个人 两列坟墓之外的地方 背着手 站着唐伯谢阳纸 我给他打了个招呼 他对我点点头 背着手走过来 我递给他一根烟 他对我伸出两个纸头 我又给了他一根 他把两根都点上 一根自己叼着 一根放到唐叔谢阳纯的墓前 你叔叔是个烟鬼 别人都好酒 昨夜休息的不好 唐伯的声音沙哑不少 他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瓶洋河酒 从平遥宫开始 每位祖宗的墓前倒了一起 到谢阳纯墓前呢 正好倒光 这上坟也需要经验 我就没想到给祖宗烧了两瓶酒来 能告诉我祖宗的墓地 人还过来 至少说明了我唐伯他内心活动的变化 一辈子揣心里放不下的事 谁也无权要求他原谅 谢谢伯伯 他对我摆摆手 不想提了 祖宗们在上 杨纸和望和来看你们了 当年平遥先祖 炎运河去了北京 今天望和炎运河又回到了青江浦 这也是咱们谢家几代人去的最全的一次了 大道理 杨纸也说不了多少 就给列祖列宗唱一段我自己写的长河 就当给祖宗们再奠一杯薄酒了 唐伯开了枪吓我一跳 这听上去完全是周信芳在唱淮海戏啊 从平遥宫的北上到我的南下 唐伯解明恶要的 把青江浦谢家的历史梳理一过 几代人或为事业 或为志趣 或为生计 谢家的经历 竟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 我明白唐伯作业为什么没休息好了 他熬到半夜 把我编进了唱词里 除了管理人员 永思园里只有我们俩 唐伯把声音彻底放开 苍凉宽阔 永远绵长 整个唱段里听得见红波涌起 掏声阵阵 唱完了 唐伯拉我一起跪倒在祖先坟墓之间的空地上 行跪拜之礼 离开墓地的时候 我们边走边说 唐伯跟我提及一件事 他说 小时候 他见过祖传下来的几册基石板 全是阳闻 不知道是不是平遥宫的手机 文革之前 捐给了本市某图书馆保存 此举也是遵平遥宫之名 当初构思长河时 他去这个图书馆查狱 被告知他们找不到这份资料 图书馆半个世纪来 遭遇的磨难不比任何一个人少 开开地地 被洪水淹过 被大火烧过 被小偷盗过 搬家就搬了四次 早不知道丢在哪了 唐伯就跟他们理论 结果阴阳怪气的工作人员 把我唐伯气得是鼻歪眼斜 那气也白气 怎么能如此怠慢捐赠的物品呢 哎哟 要是我早生几十年 拼了命 我也会保护好你们家捐赠的资料 不仅保护好那些珍贵的手稿 顺便把一些孤本也给保护下来 哎呀 可惜的是 我没法早生几十年呐 真是遗憾呐 我们又把话题扯向了别的地方 到了分别的时候 我再次诚挚地邀请唐伯 方便是去北京 一位做客 二是想把唐伯请进演播厅 录作大和谈的一部分 他不置可否 就只是恩恩 在十字路口分别前 我到最近一家银行取了 卡里最后的一万块现金 五千请唐伯和伯母敲打 另五千请唐伯转交 仰唇神神 来去匆匆 没带礼物 也未及登门拜访 区区五千块钱 了表孝心吧 这也是我爸的意思 回到了北京 我的手机就活过来了 从早想到晚 业务的 饭局的 借钱的 要债的 打错的 骚扰的 我前妻和儿子也步步紧逼 以儿子的名义要挟我 已经成了前妻 每天一记的醒神咖啡了 当然我也用手机去联系业务 去约饭局 去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 日子的确是不好过了 总的来说 这个现代化的通信工具 基本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 我想听的声音总也不出现 想看的短信迟迟不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周 两周 三周 我有淡淡的绝望 人到中年 与感情的深入和绝望 都有了点分寸 我依然信守不请安 答应过的 第四周的一天 头天晚上睡前 我在那望和栗上 又画了一道写线 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过去了 从淮安回来 我开始向母亲学习 在床头一本新的望和栗上 做标记 写线之外呢 偶尔会加一两个关键词 这就是一天的日记 这一天我写的是 抵押 借债不成 我只能先把房子抵押出去 大和谈的几个新策划 出奇的顺利 瑞派克西蒙格朗瓦尔 已经谈妥了 再打磨一下本子 就能实地拍摄了 唐伯夕阳指也没问题 我鼓动老头子 给他打了个电话 多少年音问断绝 开始两个老头还矜持呢 对话的年性堪忧啊 艰难的三分钟过去 俩老头抱着电话就哭开了 唐伯说但凡需要 他还可以从大闸口游到水门桥 随便拍 我想好了 唐伯的这部分 起自他唱旗派的萧和乐下追寒信 到他唱淮海戏长河指 可谁也没想到 周转资金的确出了问题 下午小王找我 说账上要见底了 谢总 要不接下来的几个活儿 先缓缓 大铁得趁热 气儿不能在咱们这儿先谢了 那这两个月的工资 和奖金先停掉 那更不行了 兄弟姐妹们都指着 这血汗前养家户口的 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干啊 不用再说了 撒家自有道理 小王出了办公室 我就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小眼 我哪有那么多道理啊 我给秦领导打了个电话 他还算念旧 亲自接了 真是没办法 那大河谈的准下马状态 也不是我的意思 上都没信心的 我知道这是当官的一套羞辞 但凡为难的球就都踢给上头 上头是谁 有没有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可以把球踢出去 挂了电话 我把可以当债主的朋友 列了一串名单 抽了根烟 又一个一个划掉 真他妈开不了口啊 在今天借钱比借人家老婆用 还可耻呢 就剩抵押房的这一条路了 那就抵押 老子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第四周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 我以为是闹钟响了呢 听铃声又不对 是电话 我闭着眼就摸到手机了 喂 是我 孙老师 你这是 教掃服务啊 问你个问题 请指示 从淮安到北京 运河断流了 如果还想坐船一落北上 有可能吗 我有点懵啊 人醒透了 但智商可还睡着呢 这脑子里就不停想 这丫头什么意思啊 而且还想不通 但凡事都得往好处上说呀 这是原则 当然那必须的 比如 既然他曾经畅通过 就没有理由一直断下去 人心其泰山仪嘛 请孙老师相信 只要想 迟早回街上 好吧 算你及格了 我在运河边 哪个运河边啊 你家楼下的运河边 我曾就坐起来了 跳下床 抓件外套 我就往外跑 我妈从外边 买过菜刚回来 正给我准备早饭呢 哎 着急忙慌的干什么 外面风大 换双鞋再出去 等不了了 回头再说 我就这么穿着睡衣睡裤 跟拖鞋拎着外套 就到门外了 一路小跑 在滨河路上 看见孙彦林 他还真就站在运河边 戴着棒球帽 风把一部分头发 吹到他脸上 脚边是个拉杆箱 他看着我 像个酒肉和尚一样 风风火火的跑过去 他慢慢笑了 你 你来了 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网上做到你的工作室 不都在西上园吗 孙老师果然聪明啊 又来了 从家到河边 这次多少步 1062步 两步并做了一步 你下了火车 就打车过来了 脸还没洗呢 不嫌弃 我也没洗 我一把抱住他 嘴就往他脸上凑 我们俩在河边抱了十分钟 散步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 别人都看着呢 让他们看见 在台里客串主持的时候啊 走大街上 还有不少人能认出 现在我不干了 人也胖两圈了 室内戴墨镜 恐怕都没人注意我了 在这河边 认识孙雁林的 更是一个人没有 我把他抱得更紧了 半个人被我抱在了外套里 十分钟后 我提 你给我回家呗 我妈应该把早饭都准备好了 我先去你工作室缓一缓 从决定订票来北京 这几天 像坐上加速度的过山车一样 三十二年都没这么快过 我有点晕 也是 理解时间本身也需要时间呢 这会儿小朋友们 正好还没上班 从河边到工作室 这次需要多少步 五千零七十二步 因为拖鞋 因为你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中国南北的大河传奇 多人有声剧《北上》 作者徐泽臣 制作《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十集 在谢望和与孙艳林准备携手继续大河谈的同时 另一位即将与他们产生交际的人 正在运河上享受自己的午休时光 在半个小时的午休里 六个未接电话 都是几宁店的店长打来的 周海阔 周海阔在船头上坐下 开始泡他的醒神茶 他瞟一眼手机 如果五分钟内承诺再打过来 又说不出这般催命的理由 他会考虑让承诺回家休息几个月 周海阔带着承诺 做了五年的金砖博物馆 以为把它造起都消磨掉了 这才一年 火气又回来了 小博物馆号慢悠悠地行进在运河里 就算慢也比货船快多了 照这速度 两小时就能到几宁店 小博物馆号 介于游船和快艇之间 分上下两层 外表看不出土豪 内里也不奢华 但书是简便 船头小博物馆号五个字 是从米符的杯帖里挤出来的 这是周海阔巡视他的连锁民宿客栈的 指定交通工具 十二家连锁客栈都临水分布在运河沿岸 他从苏州坐上船 南下可到杭州 绍兴 宁波 北上可知济宁 如果继续北上 辽城 林青 就把小博物馆号暂停在济宁店的小码头上 运河水过不去 那一段只能坐车 客栈也叫小博物馆 小博物馆连锁民宿客栈 周海阔刚喝第二口茶 四分三十秒 承诺的电话又来了 天塌了 还是客栈塌了呀 没办法 周总 那位先生催得实在太精 希望半秒钟之内就输回楼盘 撒泡尿他都跟着 两个问题 一 那不叫数 那叫买 我们可以卖 也可以不卖 不存在必须如何如何的义务啊 第二 不能找个借口拖延一下吗 周总 非常抱歉 我知道您可能在午休 但那兄弟也不容易 他着急赶路 船就等在码头上 三分钟都是钱 他用的是熟字 我就顺对跟着说了 意识还是不够 我的错 吉人之所及 你这也是稀有的美德了 那就算了吧 跟他说 这个我要面谈 等不及 就下次经过时再谈 或者呢 等两个小时的费用是多少 一会儿我付他 放下手机 周海阔继续喝茶 旁边的椅子上 有本无强的博物馆 他拿起来念了起来 四月底的运河很美 从苏州过来 一路繁花盛景 春天越走越深 尤其北国的槐花 团团促促 半束雪白 哪个风向的风吹来 浓郁的香甜之味都经过鼻尖 深吸几口 即可以当饭来吃 家案的洋柳高大蓬勃 任何像一条被驯服的巨蟒 在平缓地游动 那个打算赎回罗盘的家伙 叫绍兴池 卖给小博物馆客栈 不到一年 某日 周海阔正在客栈的茶吧里 摆弄一副对联 刚从七十公里外的一个 中学教师家里收购来的 内容是冯友兰先生 万年的学术字免连 产旧邦 以辅心命 极高明 而道中庸 字自然不是冯先生写的 也非某被知名的书法 或学问大家 周海阔照着落款上网搜 百度里 关于书写者的信息 一条也没有 他请教过那位田老师 田老师也一脸茫然 只说是先父的遗物 二十个年头总该有 田父搞地址 大半生在五湖四海奔波 结交几个外地的书法家 完全可能 字是真好 田老师要价五千 周海阔给了八千 五千给对联 剩下的三千 只为对联的内容 这幅字免连 也只有冯先生算得出来 他把它挂在客栈 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客人们喝茶读书时抬头 看见他 若能有所思 意义就达到了 客栈工作人员给挂歪了 他正站梯子上纠正 承诺进了茶吧 外头来了个小伙子 有东西要卖 小伙子从提包里 捧出一团东西 打开红筹子 还有一层黄筹子 打开黄筹子 是个黄花梨木的圆盒 盒盖还没打开 承诺就附在周海阔耳边 小声提醒 罗盘 果真是罗盘 罗盘上的意大利纹 让周海阔心跳突然加速 即便罗盘的玻璃表面 布满毛细血管式的裂纹 他也看得出 这是好东西 而卖罗盘的小伙子 就是绍兴池 我急去捡 三万我就说 哪来的 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我爸传给了我 为什么要卖 跟朋友合伙办个厂子 遇到点麻烦 得补个窟窿 周海阔给绍兴池 倒了杯日照绿茶 让他在小会议室里 稍作片刻 他把承诺交到外面 你觉得这罗盘怎么样 半年前 客栈里住过一个女艺术家 气话又拍 就沿着运河两岸走 早出晚归 那天下雨 客人不多 我忙完了 就在那人对面坐下来 请他喝茶 也就聊上了 他拍了传明的婚礼 一个系列 相当漂亮 女艺术家 正把数码相机里的照片 导入电脑 承诺顺便看了几张 其中一张照片上 就有着罗盘 因为小博物馆 承诺也算半个运河人 照片里的运河生活 还是让他脑洞大开 他用相机把你模模糊糊 感觉到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了 一条千年长河的历史感 沧桑感和命运感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他讲了这个罗盘的故事 他把罗盘传承交接的那一瞬间 拍了下来 你们知道这是个意大利罗盘吗 那我们又不像周祖宁 出生意大利语世家 他们俩返回小会议室 扫兴池的茶早就喝完了 他局促地坐在椅子上 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门口 见周海阔和承诺进来 才把眼神收回了 传家宝 确定要卖 带好的东西没用了也是废物 知道这是意大利产的洋货吗 管得土的洋的 方向指对了都一样用 指不对的 外星人造的也白瞎 恕我直言 这是传家之物 最好还是征求一下 令尊令唐的意见 如果因为玻璃面破裂 影响了品相可以降一点 两万八 最少两万五 不能再降了 实在是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要不是摔了一下 没准就不卖了 不着急不着急 喝完这杯再做决定 你可以再想想 绍兴池拿起一只空杯子 把周海阔倒给他的茶 在两只杯子来回倒腾两次 端起来吹了吹 一口气喝下去 我卖 那好 承诺 付钱 客栈吧台后面是堵墙 墙上欠一个多宝阁 那个锣盘被放在多宝阁核心的位置 如果选一件小博物馆客栈 几宝队的镇垫收藏 无疑就是这罗盘 承诺给他定制了一个木头支架 随波里的那面倾斜着对外 所有刚进店的客人开始都会因为客栈的名字纳闷 一旦住进来 很快又会被店名叫好 小博物馆的确不像个客栈名 但它的特色就是像博物馆那样有收藏 收藏有当地特色的老物件 这些老物件曾经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 日常生活和精神构建 在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 小博物馆尽力将其留下 为本地存一份细节鲜活的简石 客栈通过各种渠道把老物件收购来 根据类别做相关搭配 每家客栈只有十来间客房 最多不超过二十间 所以收购的古董必须精挑细选 稀有 珍贵 还要有地域特色 对收藏 周海阔是专家 金砖博物馆经营了八年 在主题博物馆里已然是后起之秀 从收藏理念到场馆设计 馆藏布置都堪称匠心独运 这个金砖当然不是银行和金银店里的大黄鱼小黄鱼 而是烧制独特的地砖 又称玉瑶金砖 中国传统瑶砖烧制业中的珍品 古时候专攻皇城宫殿等重要建筑铺地用 两尺建方质地间隙 扣之蒸蒸然有金属之声 故名金砖 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了四千七百一十八块金砖 好东西也有厄运 到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金砖作为皇家御院的特需品的生涯走到头了 这一年光绪帝驾崩 金砖停坐 接下来溥仪的皇帝也没坐几年 大清朝结束了 还修什么帝都皇城 幸运的是金砖的制作工艺 新火乘船流到了今天 苏州还留存几家金砖窑 作为奢侈品的生产基地 尽管早已经是西洋产业和博物馆艺术 还是有几家活得不错的 因为京城和众多故都的宫殿 隔三差五还需要修缮 此外尚有华美的新建筑和土豪的家居装修要用 这其中有一口窑就是周家的 周家窑在苏州肯定算不上历水大户 但在业界小有名气 周家烧窑是半路出家 周海阔的父亲年轻时赶上文革的动荡 一个人跑东北 躲在原始森林里跟当地人一起烧炭 烧了几年天下太平后 带着烧炭的手艺回到苏州 有一家金砖窑被破了四旧后 一直没缓过劲来 眼看着窑火彻底灭了 周海阔的父亲来到窑口 用烧炭的热情和记忆 重新把窑火给燃起来了 火越烧越旺 砖越烧越多 窑场越做越大 周父就把窑给盘下来了 开始是厂 接着是公司 现在成了集团 除了烧窑 餐饮业 房地产 医疗卫生和教育都涉足了 父亲很早就开始培养周海阔 家族产业 长子早晚要接班了 但周海阔不喜欢 他想干点闲散安静的活 爸 金砖的事呢 让弟弟干吧 又要大生产 又要搞营销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我弄不了 我呢 就想做一个博物馆 你们把金砖烧出来 送出去 我把金砖留下来 放进历史里 周海阔的父亲不答应 也没办法 属前跟其他任何一种职业 都一样 没激情肯定不行 那会越数越慢 越数越少 父亲对他做博物馆 也很支持 虽然年轻时 受自己当意大利语教授的 父亲的牵连 没念成大学 成了个粗人 但周家说到底 还是书香门第 历史与现实的情怀 都不会缺 父亲把支票 往周海阔面前一推 做既往开来的事 乃百年大计 需要多少 数字你自己填 于是 周海阔就在当年 金砖上船的老码头附近 找了快递 建起了金砖博物馆 第十届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部纵横 中国南北的大和传奇 多人有声剧 北上 作者 徐泽辰 制作 蓝星阁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